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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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开刀呢?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可以摘时辰 你摘时辰班子 甚至乎还要说出生的时候 你听到他去市医院医生在投诉 要我订日子生都算了 订日子生他都开心的 他都喜欢的 你拨约订阅 他都订阅时辰 你究竟是指时投临 指时尾又不错 是不是? 然后还要说床头向哪个方向都要走 那当然你说如果公立医院坐你都傻了 是不是? 但是私家医院有些就给得起钱 他都会跟你做的 那有钱就当然会跟你做的 但是这个是现代科学和现代迷信的结合 是的 这个绝对是的 绝对是的 甚至乎有些就是你会为了... 你要请师傅计算过之后 然后发觉这个时辰是最好的 于是乎你就选择那时候衣服出来 就是有很多这种有命理上的原因 其实你说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说 他都介意跟你去约定的时候 因为通常他叫做苦科 最怕的就是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如果有一些事情你都确定 你都同意是那个时候做的 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方便的 那你不用说突然间要帮到医院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过有个传说就是说 劏肚生的小孩就会蠢过顺产的小孩 那这个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是不是蠢过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问我呢 我觉得看第二个效应 你肯给得钱劏肚生的那些 通常都是可能父母都给得钱你去市街医院那些 是不是? 反而我觉得他们的经济环境好一些 愿意放在教育资源那里的钱 也都是手头松一些的 可能你问我是不是蠢一些? 我觉得不是的 而那个效应不是来自 是不是因为劏肚生 是来自你本身的家境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 你说另外一方面呢 有没有研究去看得到 那个譬如劏肚生和慈燕的分别 在哪里呢? 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呢 今时今日你看电视广告 你都有人去跟你说这些东西的 就是说小孩的免疫力分别 那这里是有他的科学根据在那里的 就是说我都是最近 你看现在你知道很少我打开电视的了 那难得打开电视看到有广告就是说 哦 我们这种奶粉呢 就是专是为了那些 劏肚生的BB而切 因为它能够补充回 这个呢 你由因为劏肚生 而去导致你的BB少了 一个那些免疫力刺激 那些因素就加强你的抵抗力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很多 你说如果奶粉来说 很多类似的概念 就是以前 就是说这种概念以前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初语 那就是说用牛初语给你 那于是乎 因为呢 由牛的初语呢 它就给了牛BB很好的免疫力 那所以我由牛初语去提升 那种配方奶粉 就令到你这个人的BB 都会有好的免疫力 那但是如果实际上来说 最好的就是说 就算你 如果你打算喂人奶的话 你就直接 一出生就给他卖身 你没有奶水 你都给他拙一拙 有什么 他拙到什么 出来就是什么 那些基本上都是一些初语 就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抗体成分 在里面 那么BB的免疫力会好 这个就是早一代那种就是说 由母体的分泌那里 令到BB获得更好免疫力的一个上色 那么到今时今日 现在就流行的是什么呢 好了 我们要比较一下湯肚生和不肥肚生的分别 那么就现在发觉呢 湯肚生的免疫力会低一点 那么接着两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补得回呢 电视广告告诉你 其实就吃他的奶粉就可以了 是不是呢 但是到今个星期 其实就有个研究结果 就告诉我们 一个更加省钱容易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首先要理解就是 为什么顺产和一个 所谓的Cezarine birth 就是说 Cezarine birth 这个生物学上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就真的是 由个土出还是捐山洞的 是的 但是当然了 你如果一个自然的产度 那就是说 你由那个宫颈 一直到整个印度的产度的范围 就是 它有它的微生物生态平衡在里面 而这种这样的微生物生态平衡 是跟个母体如生俱来的 就是很有趣的 我们人体呢 很多的一些叫做 由内接向外的部分呢 是都有它的微生物平衡在里面的 那譬如说 我的口是呢 口有它的免疫力 但是反过来 口也都不停地入社群 那 甚至乎排泄度也是 但是一个更加实际的就是 避康 避康有时候我们就因为 由呼吸到会进入那些棍子 所以我们由避康那里呢 可以看到一个很激烈的 免疫系统战斗在里面 甚至乎我们透过研究 避康免疫系统呢 免疫的机制呢 我们了解就是说 它怎样去发展新的抗生素 和去知道那个免疫的原理是怎样的 那好了 到了在那个生产度那里呢 也都有一样 就是它会维持 有一个既定的微生物生态平衡 它有一堆益款 也有一堆外来的益款 维持着一个平衡 所以于是乎我们 我可以说是一种叫做 免疫资料的一个 拥有很多免疫资料的地方来的 那那个宝宝一经到那里的时候呢 整身就抹了一阵 就会碰到 于是乎就是 它可能由它的眼 由它的嘴子那样 甚至乎皮肤也都会进入了一些这样的 于是乎它就会同时间 获得到那阵的这样的微生云 甚至乎有一些的抗体在那里都不起了 那你如果再配以 就是说天然那个母乳 那个给出来的抗体免疫 那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认为就是整个人类 染化结果赋予 BB第一阵的保护能力 那所以你说如果是汤兔生 它没有经过产度 没有给那些这样的分泌物 没有给那堆微生物去染过 那么它就少了这个保护 那它说的那个免疫系统呢 其实是一个trigger 就是说你本身是有的 但是它要透过一些东西去引发你那种免疫系统 都是 是的 如果你甚至会拥有了一种免疫力 我想就是由我妈妈的母乳 就再拿多一些回来 但是你说如果由那种微生物的刺激 就是我不会说用一个感染 都是因为它不一定是一种治病的东西 总之就是令到你一种洗礼来的 那于是你就可以去透过去和这一组这样的 那些微生物 那就是等于我按一个按键 是 如果没有了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按键还没按的 是的 就是你真的由一阶去touch它 令到它懂得去对某一些微生物有特定反应 那最后有一个特定反应 你抵抗它就是一种免疫力 是啊 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机制的话 那那些奶粉是怎样做到可以令到你有这种免疫能力呢 具体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就是这里你就要讲到 你要研究一个孕妇产道里面有的典疫的 一些的可能是抗体好 我不知道啊 或者是 因为那些奶粉就里面就会 就是 就不会有一堆真的活的菌在那里给你的了 那就是 具体它怎样 就是它声称怎样能够做这些效果 我自己自己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我自己都挺相信就是说 你如果去吃一些已经制成的东西 就往往是会差过你吃新鲜的 对 就等于你吃这个初鱼也一样 你这个牛的初鱼变成奶粉和一个新鲜的牛初鱼 我想这个效果也差很远 因为一些有活体的东西 其实是已经是科学证明了是有它一个独特的价值 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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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放冰箱的乳酸饮品 其实它是已经将里面的 有活性的菌 所以它只得了化学成分 就没有了那种菌的活性在里面 但是呢 如果你是吃一些还有活性 还会继续去发酵 还会继续扣到东西 那些这样 就是会过期 需要冰的那些这样的乳酸制品 是反而更加有益的 是真真正正里面那些有活性的东西 是会改变到可能你的长度平衡 那就是会有一种生物 不是化学的营养效应给到你 而是一种生物的过程 是有益于你的 加持到你的身体健康那里 那所以我就会说 就算你说有奶粉 它声称能够去代替初鱼 有奶粉声称能够代替了 否复产带来的那个很好处呢? 我就觉得呢 就比不上一个 你真真正正给它吃个新鲜初鱼 和真真正正给它去做这个正常的分娩 就不是否复产 但是呢 还没完的 我们其实这一节是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没有办法去补救呢? 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奶粉吃 我们又真是迫不得已 你知道不是特意选择 有时是你真是要努肚生就努肚生 那又没有方法去补救 令到那个小孩也都拥有一个 一个自然分娩的那种免疫的优势 那我们现在是发觉有办法可以做到的 那是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其实很则的 就是说直接在妈妈的产度里面 拿回分辨物来 在那个宝宝身上染一染就是这么多 那究竟染在哪呢?染在臉还是染在屁股里面呢? 那我不知道 那因为你在这个研究里面 它直接就是 它把那个宝宝 它就是有一些就是 要去swap 它用个字真是swap swap test 或swap 去染一下 就拿了那个妈妈产度的分泌物出来去查到婴儿子里面 那就已经发觉那个效果就是有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 它有没有仔细地研究到 你swap在哪里会有什么不同 就是你说如果要把它swap在嘴里面 我觉得很噁心 但是其实你说有部分是由口入 有什么不奇怪呢? 但是它就看到那个效果就是说 都有一个有意义的差异在那里 所以它就提议就是说 如果你要保证一些叫做 福福分娩BB 它那个免疫力不足的话呢 你其实基本上就即场 就在妈妈的产度拿一些的分泌物出来 去当notion这样去查到那个BB里面 其实就已经是 已经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了 应该是 但是我质疑的就是 它有几长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小孩 这个BB 它的免疫能力呢? 就是说的是一个月 两个月一定还是一年 这里我自己 我其实有看过 但是我自己又记得了 它也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sample 也都有一个追踪的时间来去订 究竟说这个研究是否有意义的 因为如果你是 你可以想象你设计这个研究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足够多的BB 孕婦 是吧? 然后你也都要把那个 实际客观的条件控制得好 令到你很清楚 那个就是 只有是来自 你又没有去查 那些分泌物 和没有查分泌物的分别 是吧? 然后就是你也都要追踪它的免疫力 和去考虑它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来去订一下 究竟它是不是属于健康一些 就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里 就 数字我就暂时给不到出来 但是起码一个基本的那个 就是实验设计它是有跟随到的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去推论呢?就是 就是这个小孩呢 其实它接触多一些 那些的 那些细菌 病毒 对它那个 那个速冻 那个免疫系统的 功能是 比较好一些 这个就一向都是 但是你 你放心 让它去 周围去碰好 骯髒的东西之前 你都希望它尽量 已经有一个更加好的免疫力 先打底 那 所以现在想的问题就是 我们比如说 由那个的胃母鱼 和现在由那个 那个经产度出生 这件事情 就很清楚知道 就是说 两个很天然 令到那个小孩 有一个天然免疫力的手段 甚至乎你一直去 就算他真的 那个BB出来病了 你就一直去喂人奶 一直去喂人奶 甚至乎 有一个我记得 在瘟疫时候 我们有提到的 如果妈妈和BB 都不幸 染了这个肺炎瘟疫 其实呢 妈妈呢 继续去喂母乳 是好事来的 因为呢 妈妈去自身 产生出来的抗体 亦都可以是 留到BB里 甚至乎原来 那妈妈还好得快 而是好先的话呢 就更加适宜 将他的母乳 喂给个BB 就直接是 将抗体给个BB 那就非常非常有效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 这个现代社会呢 讲这么多 喂人奶 和尽量就是 给他 喂到 就是尽量 喂到 久一点就久一点 当然不是说 喂到七八岁都喂 就是菜 但是你说 譬如 可不可以不要只一个月啊 可不可以真的去到 两个月三个月啊 这样 如果你看 有些的 通常是那些 欧美的企业 它们给那些产假 是说给到 四个月啊 这样 那它可能 提前一个月放 凌理你之后 有三个月时间 你埋身为人奶都做得到 这样 就是这些安排 你会发觉 其实是真的对这个 非常好的 嗯 好了 那我们这一集完成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和大家一起 和另外一个科学的题目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节目